二姐好 我們這邊來個讚喔 二姐好 親切打招呼 送上大大擁抱 台語歌後江蕙戴著帽子口罩 低調現身宜蘭傳譯中心 但還是一眼就被認出 很久沒有面對這個鏡頭有點緊張 因為已經好多年了 江蕙穿著深藍合身套裝 身材纖細不減優雅風采 我在這個疫情當中呢 希望大家都要 平安健康 他六號以善美的 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現身宜蘭傳譯中心 難得露臉笑口常開 感受到她的好心情 歌迷也大感驚喜 因為二姐消失盡頭很多年 平安健康 我會永遠感應 別來到 感受到我 感受到我 我會永遠感應 台語歌后江蕙穎 自從2015年封麥 鮮少出現螢光幕前 本來和粉絲互動的臉書 也在去年關閉 讓民眾相當不捨 剛剛 前一條手 其實是非常相當 過去告別歌壇 不只歌迷惋惜 二姐自己也很捨不得 如今二姐 再次出現大眾面前 不只讓大家驚豔 也相當懷念 30位王國瑞 採用宜蘭資本報導 封麥六年 一年來音訊全無 再次看到二姐 狀態很好 滿開心的 這一年 聖明你知道他在幹嘛嗎 而且這一年大家非常想念他 是因為過去2015年 將會封麥之後 他其實很關心 台灣社會發生的大小事 各位記得嗎 有需要幫助的 二姐就會出來大聲呼籲 所以大部分時間 很多粉絲 可以透過二姐的FB 去跟他互動 但是因為去年開始 他就把他的網路關起來了 所以有一年的時間 其實歌迷或者是想念 將會的人 沒有辦法知道 他到底在忙些什麼 當然因為這一年當中 也都是疫情 將會也說他大部分時間 都宅在家裡面 而這幾天 大家在宜蘭傳譯中心 這個巧議館 看到了二姐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開心 因為已經這麼多年 將會都沒有出現在 公眾的面前 這次的活動 大家就非常矚目 二姐也很開心 但是他自己也講 大家都知道 因為將會本來 就不是很喜歡 出現在公眾場合 所以記者圍上去的時候 他還說 我很久沒有面對鏡頭了 我好緊張 然後很多人當然就問 將會 這一次他會出席這個活動 我們必須來講一下 因為將會有一個 很多年以來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有人說他們兩個人 情童兄妹 那是誰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全聯這個董事長 林敏雄林董事長 因為林董事長 他本身 他的旗下 有一個基金會 這個文化藝術基金會 從事的就是維護一些 傳統的藝術文化 以及慈善活動 那林敏雄的邀請之下 將會成為這個基金會的董事 所以他特別去出席了 這一個活動 讓大家真的是好久沒有看到他 然後問問江蕙最近在做什麼 那提到林敏雄呢 我們就會好奇 這兩個人為什麼感情這麼好 我為什麼這麼提醒 過去我在報社當狗仔頭的時候 那個時候 你看很多年前了 大概快十多年前 這傳得很久了 我想應該聽說過 就有人說 你們可以去跟拍 因為有人爆料說 你們應該去跟拍 他說有些人就是林董事長 跟江蕙感情應該很好 因為有的時候他們可能會一起去出席朋友的聚會 傳著傳著傳著 大家就說 為什麼兩個人感情這麼好 那麼狗仔去拍 其實三不五時也都拍到是各自的活動 很少有媒體去拍到他們兩個人有什麼曖昧 或者是經常一起出席 或者經常一起聚會 為什麼呢 後來是因為連林敏雄都受不了 所有人都在問嘛 你跟江蕙到底是怎樣 關係怎麼樣 林董事長有一次在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就講 林敏雄就說 你們真的不用再問了啦 我跟你們說 我是很久以前就認識江蕙 我跟他就像家人一樣 那我的家人跟他也很熟 我就是一個很支持江蕙的企業家 兩個人的確有時候會出席朋友的活動 而且全聯這個企業本身的慈善活動 或代言都是找江蕙 不過雖然他是這樣子解釋 但是每一次二姐如果他相關活動 跟全聯有關係的時候 大家還是很好奇 怎麼這樣說呢 因為之前江蕙他是在他的臉書 PO了一個照片說 我剛剛好是想說去買優格 但是走到這個賣場 我就看到了我最愛的酸梅 我一次就買了28 我非常開心 哇 開心得不得了 因為他就買了這個酸梅 結果回家的時候才發現 不對我想買的優格 我忘了買 但是你知道嗎 網友全都歪樓了 酸梅跟優格都不重要 你去全聯 每一個人都說二姐去全聯 那有什麼關係 你家附近有全聯就去全聯 你家有什麼賣場不就去哪裡 不過大家還是會把他們兩個人 連結在一起 不過董事長已經解釋了啦 反正我們就是很多年的好朋友 就像江蕙就是他的妹妹 那說到這裡呢 大家當然很關心說 因為2015年江蕙就瘋麥了 他甚至不出席公開活動 其實你也看不到他的代言 就是說他徹徹底底 就是我們說的就退休了 那很多人就好奇說 那他的生活呢 他的生活如果完全沒有收入的話 各位還記不記得江蕙 為什麼叫他二姐 當然還有一個大姐 之前好多年前 他的大姐叫江蕙女 出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欠了一大筆債 而這個債主還跑到江蕙的唱片公司 去要債 當時江蕙女 他欠了這個債有多少呢 一度讓江蕙也淚連連的發聲明說 他的人生歸零 你就可以想像 其實他幫大姐 也處理了不少的債務 那2015年江蕙退休 他的生活呢 他完全沒有收入嗎 各位你們知不知道 他就算退休 其實他之前 他的演唱會的收入都有好幾億 你知道 大家每一場都盛況空前 你買得到嗎 我根本買不到他的票耶 你有去聽喔 我們台灣所有的歌手 甚至包括費玉清在內 沒有一個人比得上二姐 是因為他的演唱會的票太難太難搶 幾乎是秒上 所以他們一連串的巡迴告別演唱會 其實他的收入都上億 那這幾年已經六年了 他每一個月其實收入還是比我們高 我們出過有大概30萬到50萬 那大家會說為什麼這麼高 是因為二姐出道有44年 他是在十幾歲就開始走唱了 後來開始出唱片 所以他光是靠著這些版稅 這些收入 其實真的是被動收入耶 對不對 穩定現金流還是一直來 我還是一直在聽他的歌 還在看他演唱會精彩畫面 所以呢我們常常形容 因為江蕙本來就是一個非常低調的人 我們就說他在演藝圈其實是一個低調的女富豪 他的身價很驚人 怎麼這樣說呢 是因為之前也有一個新聞 讓大家眼睛一亮 是因為大家在討論台北市呢 有一個豪宅 那這個豪宅呢 每一戶大概都要4億左右 4到5億 將會一出手 就是一棟豪宅4.2億 那大家就覺得哇 那其實二姐這個手筆也蠻大的 不過我們要講 他為什麼買這個豪宅 不是在炫耀他的身價 他其實是有個洋蔥的 各位還記得嗎 之前又有一個故事 因為江蕙這個人的人生 都跟家人有關係 他之前其實住在北投 關渡那個附近 就是那一個也算是早期的豪宅 他的弟弟也住在那裡 當時是不是發生一個社會新聞 是有人闖入了他的家 然後傷害他弟弟 當時江蕙也受傷 因為江蕙要保護他弟弟 有沒有就是當時我們對那個畫面 還印象深刻 那後來江蕙就覺得 這個老這個舊社區呢 可能對他弟弟的安全方面 會有一些顧慮 於是他希望呢 能夠買一個新的住的地方 讓他的弟弟 還有他的其他家人都能夠住進去 所以基本上 而且這個人一輩子呢 都跟家人有關